今天我们两位嘉宾在年初去到欧洲参加过极地的赛车 刚才说到他们在途中也发生了意外 发生意外之后也有很多外国的车手就会停下来救了你们 救了你们之后他们就会继续他们的赛事 当然他们不会等那么久 你们就在那里等救援人员 我们会去最近的车房 check up 车可不可以驾驶 因为安全性是第一 如果他们 check up 所有东西我们就继续 但好处就是他们的 service 车房挺好 我们使用车我们就可以继续驾驶 所以幸好你刚才所说玻璃又没有难度 还有车又可以继续这个赛事 但是在心理上会不会 心理上我就没有什么特别问题 不过就 我的拍档就不知道 什么 我当然继续去 其实你刚才说这个意外是因为遇到这个 black ice 但其实你在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 已经知道会有这个情况 其实心理上已经想着 可能会遇到 black ice 这一件事 当然啦 因为你也是 驾驶的温度 就 负35度至负40度 那black ice的程度会发生 是 如果路面上有一层冰 但是你驾驶的时候 就不知道有一层冰 所以你的车去到的时候 如果实际就会加速的速度 如果加速的速度 你会失事 甚至你是失去控制车的 是的 不过也看你的技术 技术也是可以控制的 什么都可以控制到的 不过如果你的车去到右边太快 那你也会有机会出事 还有有些位置我都会停止 例如有些山区位 下面是圆崖的 没有栏杆没有色 但是大风雪 它开到很兴起 开到差不多80度 我停止它 是 是 是 始终有个危险性 因为我坐右边 我一看下面就已经是圆崖 是 你是特别紧张 我当然是停止它 我就focus路里面 是 因为有时候我们都没有耐性 因为你银20多个小时 你银这么多个小时 你都想尽快到目的地 酒店因为你累 后面要爬头 有时候我们爬-38度 都要爬大概两三个车 所以是危险 不过是一个挑战 是 还有因为我看到 你们在网上都有些片 你们因为有做直播 有 那情况是几惡劣的 因为我看到全部都是雪 然后下着大风雪 然后还有一些对头车 向着你们 是 全都是大货车 是 看上去好像很危险 因为后面也看不到你 所以危险性又高一点 所以就着来银 所以其实要顾及很多 是的 因为最大风雪 晚上是能见到只有五六尺左右 只能开门 没有灯 都不行 所以一定要银慢一点 是 因为汽车 大过18年的车 很多灯光不足够 那我就安定了眼光 在车头 如果有这些事情发生 就安全一点 看得清楚一点 那在今次的赛事当中 你们是否有机会看到北极光 又或者有些景 北极光真的看不到 看不到北极光 对了 物厕制队会看到 摄制队因为他们可能很晚 自己拍了一些车车回来 有一段时间 摄制队和对头车撞了 因为他们的工作 即是两对沽车 一个沽车就会摆机位 我们的车都过去了 然后他们又要上车 又要追回我们 追你们 再过来再在前面摆机位 所以就炒了两次 是的 他们也很辛苦 因为他们比我们早起床 如果不够睡不够精神 也有机会很大 还有最有趣的经历 就是我们有两个GPS 两个GPS是坏了的 同一时间 我立刻打电话给香港的朋友 因为他下车了一个APPs 我们的赛事APPs 知道了我们的位置 其他车的位置 然后他跟我们说 你前面有多少公里 有多少架车 你后面有15分钟的架车 追到你们了 这样遥控 还要回到香港 这样遥控你们 是的 回到香港要请他们吃饭 所以我看到 比如在网上 你们也分享了 比如你们去到终点站 你们是带着一个很兴奋的心情 甚至有你们的粉丝 或者你们的家人 在迎接你们等着你们 是的 他们很担心 因为已经在结局等了我们 怎么说 我一下车 就跟你说一声多谢 已经拥抱了 差不多拥抱了 但粉丝挺好的 因为他们觉得你 他们跟踪你大概八至九天 上网 都希望你安全回到家 也很热情 那参加这个比赛 最大的感受是哪里 感受就是 怎么说 你可以捱到一个人 我来说 没有了Parker 我也捱不到 因为他是一个私人闹钟 是的 他在你旁边一定要 确定是在那里银行 而且他银行大直路的时候 你不知道不觉不觉 越银行越快 会固着 而且越银行越快 是的 有些要商量 因为你是个阶段 像你爬头来说 我没所谓 但我也要体谅一下他 你要沟通 如果你沟通多一点 安全就可以完成这个赛事 是 Parker应该感受会更加深 特意飞到欧洲 又作为香港人去参加这个赛事 是的 都可以的 都很开心的 而且体验不到他们国家那种体育精神 是的 都挺大得着 你最大的感受在哪里 是否在撞车的时候 遇到一些好心的感觉 是的 刚才没有说 撞车的时候 那些车手都走了 过几钟我们要等一辆拖车来 途中我们会拍门 拍门当地的居民 他们都很热情地招呼我们 倒茶给我们 又拿毛毡给我们 是 直到拖车来了 送我们出去上车 跟我们拜拜 那种人情味是OK的 最重要的是 因为负38度 就问你喝不喝咖啡 茶还是咖啡 因为他们很热情 而且终于有机会去到北极了 即是达成自己的梦想 的感觉是怎样的 呃 差一点 差一点 看不到极光 是 明年再来 是 是不是你们会更加期待 比如说 明年年初的时候 又会有机会再参加 是 是 我们很希望 因为明年 我就希望 去好组队 是 组队 即是早些香港华人 对 希望多些香港人参与 因为都很特别 你可以拿到这么远 还有抽这么多时间 去完成这个赛事 不是 这个赛事是香港没什么人知道 对 因为没什么人知道 而它要本地人才有机会参与到 现在有它这个桥梁 就让一些人可以体验一下 就像我这样 我体验了 是 因为这次参加 可以说是第一次 华人参加这个赛事 是 那你就希望在未来这一届 会更加多的华人可以参加到 是吗 因为 当然了 如果香港可以有15队可以参与 有很大的满足感 那就达成我的愿望 是 你的愿望是希望 更邀请 跟多些华人 跟多些华人分配 是的 除了香港之外 可以有 比如说 日本 澳门 你希望参加更多的团队 是的 因为你一两个上去 这些地方不是旅行 不会经常去 第二 如果你一两个上去 好像太没了 如果你组团整班 一齐 志同道合 那些就会开心一点 是 一个很难能可贵的 参加比赛的经历 多谢两位和我们分享 也希望 未来这一届 有更多的华人 在你的呼召之下 可以参加比赛 多谢Tommy 多谢Barco 多谢两位 拜拜 做完访问之后 临走之前的Tommy都说 不如Derry 你下一届来参加 在我脑海 马上就闪过 我以前在芝加哥读书的时候 在大风雪的时候 驾车是怎样 又或者 好善的善态的情况 在这个雪地上是怎样 不过我真的有 希望看到北极江这个愿望 其实真的可以想想 有趣的 币阿姨 这个地方也想想想想想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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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手中的 你最好 自己能按摩 打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